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际商务促进中心共同主办 以及国际才艺协会 美国重信天意集团 新际文化 中美投资博览会 中美加油好协会 505集团公司 美中一带一路总商会 河南电视新媒体集团 国际文化交流部等协办 为期三天的2019第二届中美青少年国际文化艺术节 在美国洛杉矶成功举办 为了热烈欢迎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小艺术家们 以及文化交流小使者们 主办方以及协办单位 于8月9日共同隆重举办了欢迎晚宴 8月10日 2019第二届中美青少年国际文化艺术节开幕式 在新落成的美国汉天卫视联播厅正式拉开帷幕 开幕式现场同时还布置了巨型展示墙 百米红毯秀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隆重 8月11日是本届艺术节的最后一天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这些优秀的青少年们在San Dimas Bonita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大放一彩 为大家展示他们精彩绝伦的才艺表演 这一次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们都热烈参与 中美两地的朋友各个才艺展现的淋漓尽致 得到了观众们精彩热烈的掌声和肯定 同时在表演结束后 主办方为来自海内外几百名青少年中评选出积极参与奖和中美友爱奖若干明 颁发不同的证书和奖牌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 来自于Star International的模特时装秀 荣获了红日之星最佳团队奖的最高荣誉称号 小超模们带来了每轮每换的时装秀表演 得到了全场观众最热烈的掌声和好评 另外 来自于Star International的Actus郭 郭光恒 不仅是2019第二届中美青少年国际文化艺术节的小主持人 还为大家带来了专业的时装秀表演 小小的年龄不凡的表现 最后 他荣获了中美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奖的称号 得到了中美人士的喜爱和一致的好评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他精彩的演出内容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别报道